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問答環節 身邊嘉賓有耀才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慈希在這裏的Harry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市的情況 恒指上升89點,報27649點 至於國企指數升214點,報14480點 大市成交暫時達1422億 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可以打電話來問股熱線 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askfbschannel.com 先看看家庭觀眾在電郵內的問題 來自李小姐的電郵 李小姐問1816 看到4.4的位置是買入的 短線是甚麼位置可以走好的 看看現價是4.28 偏遠跌兩仙下來的 如何看中廣核電力的前景呢 前景來講我會覺得中廣核電力 需要小心點 本身的股價其實是有大行在唱稅 另外本身它的股值上面來講 它都是一個偏高的水平 核電股如果計算的股值上來講 就很難去評估的 因為中廣核是一個很獨特的位置 如果你計算它的清潔能源 它是一種叫做新替代的能源 比起火電來講它一定是環保一點 但是大家都知道核電這家東西 其實不是沒有風險的 所以它的評估上面來講 大行最初幫它上市的時候 就估計了去近風電的位置 就是20多倍PE 如果你說用股值上面去平核的話 它比起火電股又高很多 你看那些火電股都是10倍8倍PE的 所以如果你用火電股去計算 它的股值是比較高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用清潔能源去那邊去計算 它叫做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股值 所以你看那些大行 大家就看看怎樣去compare 有些就覺得它貴 有些覺得它會有機會上到5.1、5.2的水平 以現階段來說 李小姐那怎麼辦呢 我會覺得 金浸如果它跌穿4元這些位置 整體向下石頭就很明顯 因為你5.1的頂路撒下來 不見了一半 那時候你一定要止蝕 純粹那個風險的角度 如果你說4元之前 你看到它開始存不定 那我回到你那個目標價 就是你本身的賣入價 依然都是有機會的 那我看看本身 你接下來還有沒有一些 就是譬如 一帶一路 因為核電是說一帶一路的 就是你只是蓋鐵路 蓋不同的一些公路 你有電配合的 所以它依然不會有機會炒上的 看看消息上面的現化 好啊 接著有位的家庭觀眾 就是想問700騰訊 沒有說到那個買入價 不過想知道 究竟那個目標價 或者是部署 應該怎樣部署 就是700騰訊 700騰訊來講 我看它還有得沽一下 是 你試穿十天線 就很大機會 因為市市 我覺得這秒鐘就在升 但是上落上落的格局 都依然在 所以騰訊這秒鐘 我覺得你不如 就等到它150元 這些位置 就是150-151元 這些位置才買 我覺得沽額都依然會在 好啊 700騰訊現價佈在157.7 暫時就跌超過2% 跌回150元 這些位置在阻緊 才考慮去買入 謝謝Harry的分析 各位家庭觀眾 有任何股份問題 可以繼續打電話來 204-6566 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channel.com Harry不如轉一轉話題 近期所有的板塊 叫做比較多國策支持 或者是 接下來的焦點板塊 都已經被一些北邊的資金 已經是炒上了很多上來 雖然看到 大市方面 內地市有一點回跳 不過現在都叫做修補 都升上來 升8點步 4144點 會不會有其他的股份 或者板塊可以追落後 或者是 接下來有些季節性的幫助 好像都聽到 有些家庭觀眾 或者都有一些疑問 會不會可以考慮 之前比較落後的 一些水泥股份 建材股份等等 或者是一些功勞的股份 可以受惠 接下來的季節性上面 一些基建等等的幫助 有一個大動 如果你說 現階段的市況 投資者 你不是很怕它波動 我還有一些錢 想買一些股份 依然在炒國策底下 那幾個主題板塊 我覺得依然的直播空間 都在那裡 包括一帶一路 有互聯網家 這些概念 我覺得周不時 資金如果沒有東西炒 一定會炒這些板塊 最於 如果你說 剛才所問的水泥股 是在一帶一路的框架底下 那麼本身水泥股 那麼多隻 其實你看過股價表現 其實都不弱 金針也有升上來 你計算落後的幅度來說 譬如說安徽海螺 25.5元 你現在踢到上來32元 那幅度來說 的確沒有其餘類別 大家看一些基建股 或者是某些大籃籌 好像還落後一樣的 但是我就要想一想 就是說接下來有幾個概念 一就是本身一帶一路 究竟對於水泥的需求 是不是真的實質地 幫助得這麼大 這個幫助一定有的 你搞基建 搞一些不同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設施 其實就一定要用多些水泥 但是我看著 整個一帶一路的 建設的規模 或者整體啟動的情況 是一些十年八年的東西 所以短線上來說 你說真的幫助到一些水泥股 我看未必 另外看水泥股 當然是水泥價格 近來依然是一個比較低迷的狀態 所以你看到這一陣 譬如說現在圖上面 看到安徽海螺 這一陣的升市 很明顯還是一些資金的推動 推動的情況 為什麼會慢一點 一 如果你用安徽海螺的角度來說 它的H股真的比A股更貴 都中一節的 所以它沒有一些 H收窄的意向 純粹有筆大媽的資金 要買就買了上去 另外如果你說 看水泥股 不如我留意一下 這支3323 這支股份 它的爆發力就會高很多 但是當然上到這些位置 大家要踢到上去10元以上 開始留意一下 其實它的負債是挺高的 就是 未來的前景 本身又不是幫得到那麼多 其實我覺得水泥股 其實現階段的升勢 可能需要休息的 那個觸發點 或者是有發點 怎樣令到股價繼續有得上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 我們都知道 中央也都開始有些誘因 在那個房地產裏面做多些事情 如果那個房地產投資回來的話 我會覺得那個水泥股的價格 又或者是本身的股值上面來說 可以慢慢再調高一些 但是這個就需要一些時間去觀察 你要看一下本身 大家對於那個房市 究竟是否繼續看上去 一個房價就叫做有少少靠穩 我們看到中央開始有些放鬆的政策 但是實際地 如果我是一些房企的老闆 我要看回那個復甦的力度是多少 我才敢去加大這個投資 所以對於水泥股來說 基建的角度來說 當然是會對它的理好的 但是這一陣的資金市 很多的股值演繫了很多 如果要再調高 就要新的一些政策 譬如說房子又做好一些 又或者是水泥價格 真的見到的需求向上 好啊 換言之就算是有一些政策 有一些扶持的話 可能要升的也要升一些 就是內房的股份 之後就再度水泥股的股份 沒錯 第二浸才見到 第二浸才見到 比方走得慢一點 都一起看看整個板塊 現在的表現先 看到安安徽海樂 升埋近百分之一 報31.6 中華建財跌一先 華潤水泥升四先 中財股份跌超過百分之五 埋近百分之六 報2.92 金魚股份升四先 報8.89 台泥國際跌超過百分之一 亞洲水泥跌三先 山水水泥升六先 西部水泥跌五先 天水水泥跌八先 好 感謝Harry 剛才跟我們的分析 亦都解答了家庭觀眾的提問 說股份有沒有哪種持有 沒有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看過了一期 謝謝 小赤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